上集说到泽北实力爆发 团灭湘北无虎 作为湘北王牌的刘川峰 当然不甘落后 王牌对决一树即发 一起来看全国大赛第45集 刘川峰拿球单挑泽北 试图利用速度摆脱防守 泽北嘴炮刘川 我知道你的速度快 但是你的想法我一清二楚 泽北的运动能力无人能及 刘川不但没有摆脱泽北 反而被逼到大和田的防守范围内 看到刘川陷入包夹 攻城大喊传球 就在刘川传球之时 神经突然杀出抢断篮球 接到传球的泽北立马向前场飞奔 场边爱河学院 众人说到湘北实力不足 但是王牌之间实力相差悬殊 因此胜负一分 樱幕怒斥流川 你这个臭狐狸 就是你要出风头 才弄成这样 还说什么日本第一高中生 简直自不量力 篮下泽北的高抛上篮 完美地躲过了樱幕奋力的风盖 篮球空心入网 分叉又被拉到12分 樱幕气得吐槽 泽北你这种乱抛的投篮 一定是运气 你就不敢堂堂正正的投篮吗 泽北倒也实在 因为你跳得太高了 听到夸奖樱幕很受用 拍着泽北的肩膀 过奖了 泽北的操作 似乎打垮了湘北 工程看着所剩不多的时间 不停地访问自己 大势已去了吗 体力早已耗尽的三井 不停地喘着粗气 赤目似乎也失去信心 泽北盯着流川挑衅的问道 你要做全国第一的球员吗 流川冷冷地说了一句 不用你管 泽北继续挑衅 要做就做吧 但没有我的日本 这个夏天之后 我就要去美国了 听到美国二字 流川愣住了 泽北继续挑衅 还好我在走之前 知道还有你这样的新人 所以在我走之前 必须要摧毁 你这个神奈川新星 就在流川风愣沉的瞬间 泽北拍掉流川手中篮球 抛向前场 纵着篮球飞奔 同时还不忘挑衅湘北 一起来追我吧 湘北五虎恨不得咬死泽北 阴目流川工程 马力全开 眼看就要追上 但是泽北速度太快 接到篮球 一番势大力辰的单手踢扣 山王踢鼓席沸腾了 泽北终于要出全力了 论单挑泽北没有对手 即使大学生也未必有 这时场上一个大叔 在大声地欢呼 荣治干得好 听到有人叫自己 泽北回头望向观众席 原来这个大叔 就是泽北的父亲 泽北哲志 17年前泽北出生 收到的第一件礼物 就是一颗篮球 四岁时 泽北已经不满足于儿童满框 哲志四处筹钱建了一座 带篮球场的房子 兴奋的泽北说道 阿哲我们来比赛吧 于是从那时起泽北 就在和父亲的单队当中 不断成长着 球场上 刘川峰再次面对泽北 山王粉丝们也说道 刘川峰 还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刘川再次被泽北碾压 看着坐在地上的 刘川泽北伸出手 单挑你是赢不了我的 不服输的刘川站了起来 我还没输呢 一心想打败泽北的刘川 完全找不到突破机会 慌乱中勉强出手 而大河田也看出了 鹰幕的破绽 不跟他比弹跳 只要不让他起跳 等球落地后 再拿就行了 失去了篮板 进攻也受到压制 分差又来到十四 青田看不下去了 你们在干什么 刘川峰 红毛猴子 这样也算是神奈川的代表吧 河北带球杀入篮下 赤木 刘川 鹰幕三人同时封盖 河北躲过三人 一个背后拉杆 篮球空心入网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河北竟然在空中 躲过了三人防守 观众们都在询问哲智 河北是因为要去美国了 所以才斗志满满吗 哲智说道 其实荣治的篮球生涯 一直都是沉闷的 小学没有篮球部 直到国中才加入篮球部训练 但是因为从四岁便开始 和我单最单练习 所以那些实力 已经远超那些证据 而且因为出言不逊 还被学长们教训了 直到高中加入了山王 跟一群优秀的球员一起训练 但是这也让他在 全国大赛上没了对手 所以去美国学习接受挑战 也许对他会更好 现在他兴奋是因为 终于在全国大赛上 碰见了一个 跟自己非常相似的对手 关注我下集更加精彩